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再生医学诊疗中心主任施钧教授 光临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讨论 出现贫血怎么办这个话题 坐在我身旁的就是施钧教授 欢迎您施教授 主持人好 然后各位观众好 大家朋友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施教授 施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再生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施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的鉴别诊断和治疗 还有各类溶血性疾病 尤其是复发难治性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治疗 还有地中海贫血创新性干细胞等 高兴的这些技术 我们施教授是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 首批成员专家 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在最后10到15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会从后台选择一部分网友提出的问题 请施教授现场解答 所以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留下您的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说起血液病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 但是如果提到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血油病这些疾病 那相信大家可能在新闻当中都了解过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血液类的疾病比较罕见 也比较难治愈 所以首先我们请施教授给我们科普一下 什么是血液病 那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要怀疑可能是血液病的发生 好的 的确 其实血液病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疾病 跟大家不像高血压 糖尿病 肺炎呢 跟大家那么近 那么血液病呢 这个概念呢 是来自于我们对造血系统的认识 那么血液系统 我们来自于造血系统 那么造血组织的功能异常 会导致了我们血液的功能异常 那么我们的造血组织呢 人体内有哪些呢 是我们的骨髓 淋巴结 干脾 还有我们的胸腺 那么我们的血液的异常呢 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表现在我们最简单 我们知道白细胞低了 白细胞高了 红细胞多了 红细胞少了 那么血细胞的成分的异常 那么就体现在我们的血病上面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血浆里的 灵血因子的这种成分的异常 导致了我们的出血的异常 那么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的灵血功能障碍 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血病 所以我们的血病的基础 是我们的造血组织的功能的异常 好的 谢谢石教授 那随着我们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呀 很多人会定期的体检 那么我们通过体检是不是可以早期识别这个血液病呢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的血液呢是个非常神奇的组织 那么可以这么说呢 它是我们人体健康信息的储存器 也是我们人体机体疾病的一个显影剂 因为抽一管血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什么检查呢 血肠规 那么从血肠规里面 我们会发现有各类的血细胞的高高低低 那么高高低低都属于异常情况 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血液专科医生 去咨询到底是不是很严重的血液病 或者还是一般的血肠规的一些简单的异常 那么这里面大家也不要担心 那么如果在血肠规里面能看到有比较严重的贫血 有比较严重的血肠板少 或者血肠板高 或者红细胞多红细胞少 白细胞低白细胞少 那么都提示可能是血液病 那么需要去血液专科进一步做检查 好的 谢谢施教授 那大家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血液病会不会遗传 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当中 有一个成员 他患有这个血液性相关的疾病 那其他成员或者他们的后代子代 患有这个血液病的概率是不是大呢 那么可以这么说呢 血病来说多数是不遗传的 那么基本上比方说我们的白血病 我们的在脏 还有我们的溶血性疾病 多数溶血疾病 那么是不遗传的 但是呢 有些血病是会遗传的 包括我们的血有病 我们基督海贫血 还有我们的先天性的溶血贫血 那么这些病 那么是有遗传的家族死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更罕见的疾病 比方说父母中或者说有两个 直系清除中有两代都会得血液病的话 那么我们的子女中 那么一定要去查什么呢 叫遗传一感性的血液病 这一类的疾病呢比较罕见 所以说我们建议在直系清除中 如果说有这种血液肿瘤疾病的发生 那么他的直系清除的下一代 那么如果也发生了血病的话 那么应该去查一查 是不是遗传一感导致了我们血病 简单说我们的糖尿病 大家都很理解 父母有糖尿病 那么子女患有糖尿病的可能性 也比较大 那么如果说父母中有血病的话 那么我们孩子的 如果也得了血病 两个及两个以上 那么我们就要去查他的家族 是不是有这种遗传一感的血病的风险 好的 谢谢施教授的这个给我们的科普 在施教授的帮助下 我们对血液病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我们今天的重点 贫血 有数据显示 我国居民贫血的患病例 大约为20.1% 那就是说10个人里面 有两个是患有贫血的 其中这些患者当中 有一半是缺铁性的贫血 那么我们先请教一下施教授 什么是贫血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缺铁性贫血之外 它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类型呢 贫血呢 不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血病 它是一种症候群 是一种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为贫血 所以贫血后面的病因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贫血怎么分类呢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经常会根据什么分呢 根据病因来分 那么有些贫血 是激发于造血功能异常的贫血 那么就是原发的 我们血病导致的贫血 比方说我们的白血病 我们的栽脏 那么我们的淋巴流导致的贫血 都是激发于我们造血组织 功能异常的贫血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营养缺乏 我们的缺体性贫血 我们的叶酸B12缺乏导致的 具有细胞性贫血 都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 那么还有一类什么贫血呢 是非血病导致的贫血 是哪些呢 我们的肝阴化 我们的肾功能衰竭 糖尿病 风湿免疫病 系统性红帮脏疮 等等 这些风湿疾病 激发性的内科的疾病 导致的贫血 那么这一类贫血呢 应该在相应的科室去就诊 而不是在血液科就诊 就是说有的贫血 是在血液科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 都是在我们血液科就诊 对 是这样 好的 谢谢石教授 那我们大部分人 对贫血的认识啊 可能会停留在这个 营养不良的阶段 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觉得吃点啥 它可能就好转了 就好了 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那请问一下石教授 贫血它算一种疾病吗 严不严重 贫血呢 它是一个症状 不是一个特殊的疾病 但是呢 贫血后面的故事 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 贫血不是小事情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说 我们看到有缺铁性贫血 很多育龄期的妇女 长期的这种贫血 而这种补充的铁的元素又不够 那么会严重地影响 它的工作的劳动的劳动力 那么会导致什么呢 它的情绪 它的 比方我们最关心的美容 皮肤的色泽 还有毛发的干枯 都会导致贫血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贫血呢 尤其老年人 如果贫血没有重死 那么会发生晕倒 在买菜上楼的过程中 会发生晕厥 那么这样来说 如果跌倒 我们知道老年人 因为贫血 发生跌倒的事件 那么会激发的 会打这种骨折呀 那么这种 骨盆的骨折呀 这种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贫血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地去 我们的内科 或者我们的血专科 去就诊 那么不要 我们中国很多 比方说很多 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的 一些女同志 尤其是二三四岁 长期的月经多 导致的那种贫血 其实呢 因为工作压力大 工作往往 她就不去就诊 而不去治疗 那么会严重地影响 她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怀孕的问题 很多呢 我们经常在门诊 看到什么呢 孕妇 已经四个月五个月了 然后一查发现 贫血加重了 是为什么呢 她在 在怀孕前 就有这种缺铁性贫血 那么怀孕以后呢 她又没有重死 没有及时的补铁治疗 那么导致在 孕中期 孕晚期 就贫血进步加重 这样来说 给我们的分娩 妇产个大夫 带来很多麻烦 那么父母呢 也很紧张 这个家里面 也很紧张 所以说贫血 一定要及时去看 不是一个小事情 好的 谢谢石教授 那再请问石教授 就是哪些人群 她是贫血的 就是高位人群 异发人群呢 那这里面最高位人群 是我们的这个 因为前两天刚过 我们三八妇女节 那么我们育林期的 这个女同志 是我们这个贫血的 高发人群 为什么呢 因为女同志 每个月都有月经 那么月经 会丢失不分铁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很多女同志 就特别爱美 那么对饮食呢 又不太重视 还有工作呢 节奏又比较快 饮食呢 又跟不上 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呢 会导致她一个 缺点性的贫血 那么海内人群 什么人群呢 就是我们的 关注我们的孤寡老人 我们的独居老人 他们呢 有个什么习惯呢 就是生活 就是救火 吃饭 买菜 都越简单 越省事越好 那么这样来说 她的这个 这个营养 是完全不够的 那么还有个情况 什么呢 老人呢 喜欢吃这种乱乎的菜 喜欢把这个菜啊 炖得烂烂的 这种情况呢 其实在 长期的炖的中 那么维生素 那么绿叶蔬菜的维生素 那么叶酸B12 就会被破坏掉 那么这样来说呢 老人的营养 就会跟不上 那么还有什么人群呢 就是我们要关心 边远山区的 这个不发达地区的 这个孩子 尤其是这个儿童 那么我们记得 以前有过那种 在课间的时候 提供一袋牛奶 那么这种来说 关注儿童 尤其边远山区的儿童 他的营养状况不够 导致他的 因为青少年啊 他会发育比较旺盛 对营养需求比较多 那么这来说 因为不重视这个营养的补充 也会发生贫血 好的 谢谢施教授 那刚才咱们讲了 就是这个贫血的原因 都跟 好像都跟吃有关系 那除了这个吃的原因之外 那引起贫血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吗 这原因有很多种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合并一些 糖尿病 肝病 肾病 那么有没有长期合并一些 抗磷剂的使用 比方说阿斯品尼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经常有没有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 工作没有节奏 工作节奏比较紊乱 那么很多患有 胃十二指肠溃疡 那么还有呢 就是现在工作压力很多 那么还有些有自闯 十难九治 那么自闯 那么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这些患者 这些人群 那么他长期来说 就会有慢性的失血 那这些东西会导致 他一个贫血的发生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经常不重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胃肠道吸肉 因为有很多这个吸肉 那么我们其实应该 有时候定期 比方说两三年 去做一下胃肠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 做一些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那么还有一些患者 什么呢 因为经常这个饮酒量过大 会发生的这个胃出血 或者是消大出血 而紧急做了胃十二指肠手术 那么如果说做了 胃十二指肠手术 这种患者 那么经过五年 八年十年以后 他的营养吸收能力 就会很差 那么这些患者来说 一定要重视去检查身体 他的贫血的发生的风险 比较高 好 谢谢石教授 虽然贫血 它只是血液方面 好像看起来的一个 但是实际上 跟我们身体 很多很多器官 它都是有关的 大家给大家 就是提了个醒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在 就是这个贫血 会给我们身体 带来哪些危害呢 那么最主要的 第一个危害就是 我们对年轻人来说 他的工作的 这个劳动力下降 他的体力不够 尤其是我们女同志 就觉得不能够应付到 我们胜任 我们正常的一个 基本工作 那么这对人来说 是我们非常大的危害 那么还有第二个危害 什么呢 长期的贫血 对老年人来说 他的心脏会增大 就贫血性心脏病 那么还有什么呢 他的危害就是 我们对女同志来说 就是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毛发 我们的头发 他会干枯 那么他的皮肤会灰暗 那么不影响 影响我们的 这个健康的状态 那么还有什么呢 贫血重了以后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睡眠质量不好 然后经常会冒虚汗 那么还有什么呢 贫血以后 我们的心情不好 会容易暴躁 那么这样会容易 跟同志产生之间的矛盾 会一击惹 这种情况也是因为 不是他自己想去积热 那么尤其是 因为贫血本身以后 他的情绪 他的内分泌都会紊乱 那么他的月经会不调 他的跟同志间的 合作能力就会下降 那么这种来说 我们应该去 好好去补补 治疗一下这个贫血 贫血改善了 我们的这个精神焕发了 我们工作能力就增强了 好的 谢谢施教授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症状 来判断 我们自己可能是 存在贫血这种情况 比如说 刚才您说的女同志 头发没有光泽呀 面色比较苍白 然后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 更为就是确切的一些表现吗 确切表现呢 就是我们这个体力不够 这最重要的一点 比方说我们以前 我们女同志逛街 逛两号是没问题的 现在快半号就逛不动了 然后呢 我们老同志上楼 上四楼没问题 那么现在上了二楼就要喘 那么这种来说 一定要去就诊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的同事告诉你 最近脸色不好看 皮肤怎么显得那么苍白 那么一定要去想到 可能有贫血了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的这个食欲差了 最近不想吃饭了 看了饭就验油 验食 那么我们想到 可能是不是营养缺乏了 那么还有是我们的睡眠 经常会失眠 或者说经常这个睡不醒 或者说睡不够 都是我们提示 我们有这个贫血症状的 一个表现 而不是说 简单的头晕乏力 就是贫血 那么还有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 都变了 比方说平常不爱 我们有些叫 确定贫血 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经常看了一个患者 他会经常会什么 我们叫衣食屁 我们不是说经常吃食物 他还 我们有些儿童 他还咬铅饼 吃那个铅饼 那个墨 那么还有什么 他还吃纸 还有他还吃那个土 这都是属于我们贫血的 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 所以总之呢 贫血的这个临床表现 是非常的多种多样 那么我们的心 气喘 头晕 那么还有我们的面色不好看 失眠 还有我们的一击 一惹一露 都是我们这个贫血的 一个临床表现 好的 谢谢施教授 给我们的这种提示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话题 就是体检可以发现 这个血液疾病 有一些指标 那是不是他体检同样 也可以发现 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贫血 那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 他这个关于贫血的 这个判断指标上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对的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非常简单的 从一个体检报告里面 那个血肠规里面 就能看到有没有贫血 那么在这个发现单里面 最重要看的贫血 有几个指标 那么第一个指标叫 血红蛋白含量 那么叫血红蛋白含数值 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红细胞的数量 还有第三个指标是什么呢 我们叫红细胞压级 或者红细胞笔级 这都是提示我们 有没有贫血的一个 重要的三个指标 那么大家一定要看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现在我们医院里面的 这种提供的患单 它都会给你个箭头 高了低的 低的写L 高了写H 或者上写箭头 下写箭头 那么这里面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箭头 那么里面的上下 那么不同年龄 它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比方说 如果老年人 70岁80岁了 那么它的正常值 跟我们年轻人 40岁的 30岁的 是不一样的 老年人的 这个血红蛋白的 正常值 可以在100左右 100以上 而我们的成年人 青壮年 那么基本上 男同志不能低于120 女同志不能低于100 孕妇不能低于100 女同志110 孕妇是100 那么男同志是120 而我们的儿童 那么基本上都在130左右 那么我们的婴幼儿 就是我们刚出生的婴儿 一岁一类的婴儿 那么基本上 是在140左右 那么我们的新生儿 应该也在140 130左右 不同的年龄 它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而且更重要 还有一点什么呢 不同的地区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 高原和平原 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高原的话 它会有反应性的 高原红细胞增多 那么我们在 平原地区的 基本上是按照标准来说 那么在高原的话 那么我们的 红细胞的正常值 就会比平原地区 要更高 地区不一样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民族不一样 也不一样 我们在中国 多是汉族 那么很少有那种 西方那种 民族 那么基本上来说 汉族基本都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施教授 又长知识了 我们 那在我们这个 血肠龟里面 我们发现贫血的时候 需要不需要 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来 做相关的检查 来排除其他的病因呢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发现贫血 那么一定要去 做一些相关检查 那么最重要 最简单检查 就是我们查我们的铁 铁啊 那么我们的血清铁 我们的铁蛋白 那么低不低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营养 卫生素 叶酸和卫生素B12 那么是我们判断 这个确不确 营养元素的 非正常重要指标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查什么呢 查我们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那么有没有肝病 肾病 肝功能异常 肾功能异常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要查甲状腺 因为甲状腺 因为尤其女同志 降线功能减低 也是会影响我们 这个铁的吸收 那么还有什么 查什么呢 查我们的 风湿免疫抗体 有没有风湿免疫 知识免疫抗体 那么这些东西 也会引起我们的 激发性的 风湿免疫病 引起来评讯 如果这些都没有 那么最后 我们才要考虑 是不是需要 请血液科专家 去门诊看 去不要做 进一步的 骨髓穿刺的检查 谢谢我们施教授的解答 然后我们贫血的 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法 老百姓可能都是 倾向于食补 认为通过多吃一些 红色的食物 比如说猪肝 红枣 这些就可以改善贫血 那怎么样能够 科学的食补呢 然后请施教授 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 关于这个食补的问题 我们中国老百姓 其实非常重视 这个猪肝 红枣 改善贫血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分 这个情况不一样 那么如果说 猪肝 红枣 这些食品 可以去预防 我们很多这种 确定性贫血的发生 就增加我们铁的 一个摄入量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 如果出现了 这个中度的 或者重度的贫血 那么光用一些猪肝 或者说红枣来补 是完全可以不够的 那么我们要服用一些 含铁的 这个口服的 这种非医院 医生处方的药物 来补充这个铁元素 那么食补这个问题呢 就对我们来说呢 还要重视 如果说我们一味的 多吃猪肝和红枣 要注意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脂肪肝的问题 脂肪肝 胆固醇的问题 如果说您长期的 半年一年的 这么特别爱吃这个肋脏 还有我们 尿酸膏的问题 痛风的问题 都会来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了一味的相信 就是说一定要多吃猪肝 我们要适量 要平衡 那么还有红枣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 要注意血糖的问题 太甜 如果说你有 血糖有点 轻度增高 再吃也很甜的红枣 那么这个血糖问题就来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要怕这个贫血 吃个脂肪肝出来 胆固醇高了 血糖高了 那样是不对的 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科学的去 均衡的去补充 我们的食物 那么如果说 该用这个口服铁剂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 还是要用口服铁剂 这样来说能够减少 我们的胆固醇的摄入 能够减少我们血糖增高的风险 对 增加减少我们 尿酸高的风险 所以说一定要 还是要去找医生 去咨询一下子 切记自己在家里面 看了偏方 然后我们就去 一定要狠狠地吃猪肝 狠狠地吃红枣 这样容易产生这种 激发的其他的问题 对 好 谢谢石教授 那贫血嘛 贫就是少的意思 就是刚才您也说了 这个女性因为每个月都有月经 所以她容易发生贫血 那是不是献血也会发生贫血 献血不会引起贫血 因为我们中国的献血 包括我们的登记身份证号码 你会在一定时期内容许你献 如果你今天1月1号献完以后 我想三个月之内 四个月之内 是不会让你献的 因为你即使想献 这个踩血车上面的 它那个登记人员 也会劝你 不能够频繁去献血 那么献血呢 它是有时间的 那么献血绝对不引起贫血 但而且往往 我们献血以后 还会促进我们的骨髓 它去适应 去代肠 去造血能力更好 所以说呢 献血的 规范的献血 它是绝对不引起贫血的 而且如果血压低的 身体比较瘦弱的 比方说我们体重小于90斤的 或者过于肥胖的 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建议 你一定要去献血 所以我们要科学献血 那么是绝对不引起贫血的 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献血了 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个贫血 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呢 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一种 就是补充铁剂 还有别的吗 这个里面贫血的话 最重要是什么呢 这个办法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找到病因 如果说您是因为糖尿病 风湿免疫病 或者说结核感染 导致的贫血 那一定要去把糖尿病 把这个风湿免疫病 把这个结核 这种激发性因素 给它控制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因为 肾功能不好 我们需要透析 那么肾功能衰竭 等等这些情况 导致的贫血 我们要适当地补充 我们的元素 我们使用一些药物 比方说 醋红细胞生成素 那么改善我们的肾性贫血 那么我们的肝因化 导致的激发性贫血 一定要去改善 我们的肝脏功能 那么到最后 我们来到血病 如果说因为是骨髓造血功能 异常导致的我们的贫血 那就要去按了血液专科的疾病去治疗 那么比方说 我们的再生脏性贫血 我们就要用触造血药物 那么我们用一些特别治疗 在脏的药物来治疗改善贫血 如果是溶血的话 我们就要去控制溶血 才会改善它的贫血 那么如果是血病的恶性病 我们的白血病 我们的淋巴瘤导致的一个 骨髓造型功能被抑制导致的贫血 那么我们就应该什么呢 去治疗白血病 治疗淋巴瘤 那么这些病控制以后 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来 把这个贫血改善了 好的 谢谢石教授 那刚才也提到了 说很多孕妇容易出现贫血的情况 那是否这些孕妇出现贫血 这些情况的时候可以服用一些药物 然后他服用这些药物 是不是会对胎儿产生一些影响呢 对 孕妇的时候 这个用药是非常慎重的 那么我们知道 硫酸亚铁 它如果缺铁 硫酸亚铁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他补充一些液酸 维生素B12 对这个孩子和孕妇 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基本上来说 补充体元素的 补充维生素的 那么对孕妇和胎儿 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其他一些药物 一定要去找学科专家 去问 学科专家去问 确定能够服用 才要服用 好的 谢谢石教授 那刚才我们也说 这个血液病当中 有一部分是会遗传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不会遗传 那我们这个贫血这种情况 它是会遗传的类型吗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 那么可以这么说 多数的贫血 它是不遗传的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罕见的贫血 那么是会遗传的 比方说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地中海贫血 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疾病 那么我们的先天性溶血 有一类个疾病叫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那么它是会遗传的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的栽脏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淋巴流 白血病等等 这些导致的贫血 是不遗传的 我们的肝病 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或者说是肾病 导致的贫血 那肯定是不遗传的 好的 谢谢石教授 石教授我还想再请教一个 关于贫血的问题 就是刚才开头的时候 我们在开头 他提到过说 我们中国贫血的概率 发生贫血的概率 要远高于西方国家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也是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饮食习惯 对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 经常会主食 主要的原因就是牛排牛肉 然后呢 还有蔬菜 蔬菜呢 他们会习惯是做沙拉 对 生吃 生吃 而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 有一个 就是这个肉呢 相对来说 补的比西方要少 而我们呢 我们是烹饪 烹饪了以后呢 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的话 他喜欢把这个菜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 做得非常 很乱 我们这样就 很容易消化 这样来说 就很容易破坏 我们的维生素 而我们呢 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女同志呢 这个对这个牛奶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肉食的补充呢 又不太 不太重视 然后呢 我们又特别 有时候有些女同志 特别愿意去控制体重 节食 或者说 工作又比较累 那么饮食呢 又不太规律 那么呢 食物呢 又比较控制这个饮食 生怕这个 太胖 其实来说 你看西方的 他们都用进入锻炼 健身 来控制这个体重 而我们光通过饮食 来控制体重 其实来说是 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要通过锻炼 通过科学的饮食 去来增加我们的这个 对这个 营养元素的吸收 那么能够控制体重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 这个贫血的发生率 得到改善 那么还有情况就是 我们的这个 就是有些 这个不发达地区 那么对这个儿童的 这个照顾不够 那么比方说 每天是不是能保证 一袋牛奶 每天是不是有 能够一个鸡蛋 那么我们的 每天的肉食的摄入量 是不是够 这都是对 不发达地区的一个 比较 任务比较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来说 对儿童的患者的关心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能够减轻 我们的贫血人群的 这个发生率盖 好的 谢谢 施教授的解答 那我们 施君教授呢 在创新性 干细胞治疗 地中海贫血方面 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地中海贫血这种疾病 先请施教授 给我们科普一下 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跟普通的贫血相比 地中海贫血 它有什么特点呢 好 那么这个贫血呢 第一 它跟普通的贫血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从地中海贫血 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 它是有地域性的 那么就说明什么 这个贫血是从地中海地区 是高发的 那么哪些地中海地区呢 意大利 希腊 对吧 那么那么为什么中国有地中海贫血呢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后 这个欧亚之间的交流 那么从地中海地区通过伊朗 伊拉克这些地区 传到我们的这个南方地区 那么当然是哪些呢 就是两广 广西 广东 那么还有云贵川 云南 贵州 四川 这些地区 那么会把这什么呢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的遗传病 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呢 那么导致什么呢 在这些地区是高发 我们叫地中海贫血 那么它 有些不同呢 就是它第一 它是个遗传病 第二呢 它的区域分布非常有特色 在我们南 北方相对少见 在南方 我们的两广云贵川 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这种情况导致了什么呢 我们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人群呢 主要是在云贵川和两广 那么这种贫血呢 又是个遗传病 又没有特别好的 像我们通过补铁啊 通过一些药物呢 它是不能够纠正这个基因的缺陷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比较难治 它属于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对 遗传性的疾病 遗传性的贫血 好的 那目前我们国家地中海贫血发病的情况是怎样的 地中海贫血的发病 我们先看看全世界 那么目前来说呢 全球来说呢 有3.5亿人携带了这个地中海贫血的基因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每年大概全世界有3万到5万多个新增的地中海贫血的病例 那么在中国呢 发病情况是每年大概是有 目前状况是3000万人携带 在中国有3000万人携带有这个地贫的基因 那么目前来说在中国呢 有将近30万这个地中海贫血的需要治疗的患者 那么就是什么叫治疗呢 就是它需要输血 那么这里面有分为重型和中间型 那么这种情况 所以发病的情况呢 在人群呢 是非常大的 那么尤其在我们的 就是一带一路地区的省市 前面讲到那些云归川 两广 是非常多见的 那这个地中海贫血 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可以进行筛查 或者是有一些方式可以预防 比如说我们就是预防这种地中海贫血的病例 再继续的出现 对 这个呢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科普的教育 让这个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携带者 尽量不要两者之间 就产生这种爱情 因为他携带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 如果说另外一方也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就会生出来一个地中海贫血的 一个重型的一个儿童 这样对家庭 其实对患儿都是不太好的 那么其实在两广云归川地方 那么去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 携带者的一个筛查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又有什么呢 我们的婚检 我们的产前检查 婚检呢 作为第一关 如果婚检 双方都有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头疼 那么他们就有50%的概率 能生出来一个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儿 那另外50%呢 另外50%是跟他父母一样 是携带 携带者 所以说呢 如果父母是携带 那么基本上来说 生出来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儿的这种风险 是非常高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婚前的检查 那么还有什么呢 如果不信 你因为在中国有些偏远地区 他可能还是没有普及到做这个基因的一个筛查 就婚前检查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呢 你怀上了 准备生了 怎么办呢 做产检 产前检查 去做筛查出来 这个患儿是不是一个重型的这个基因的一个发病者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来说 我们这样能够尽量的减少这种患儿的一个出生 这样来说对我们整个人群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也特别重视要强调这些省市地区的老百姓的 对这个地平的基因的携带者的一个认识 因为可能父母双方都没有问题 看得都很好 因为南方人吧 比较都偏黑一点 所以一般的贫血呢 看不出来 因为轻度贫血呢 看不见 那么只有通过地平基因的一个筛查 才能发现 他是不是携带这个基因 如果携带这个基因 就要考虑 是不是怎么 这个婚姻的问题 就要考虑一下 那他这个如果夫妻双方 他都是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 他有没有可以靠一些 就是一些基因的手段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就是去选择 然后我们来避免生出您说的这种 就是重症的患儿 而去选择他去生一个 就是还是携带者这样的情况可以吗 是可以的 其实对于这种遗传性基因的疾病 而且重大疾病 我们国家是容许这样在产前通过羊水的穿刺 去鉴定出来 这个儿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重型的 还是一个中间型的地平的一个患儿的发病者 如果说是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不太建议他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 在中国我们是可以建议父母去考虑 是不是需要还继续人秤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 跟父母一样的 只是一方 携带一方的基因突变 那么是可以健康的进行分明 好的 我们施君教授在2021年完成了天津市首例 基因工程技术造血干细胞 自体移植治疗地中海贫血的 这么一例手术 然后基因治疗是目前地中海贫血治疗中 比较先进 比较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我们就下面请这个施教授 给我们科普一下这项新技术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张图里面 那么我们正常的健康人 我们是有 这里面看有四个区域 四个猪蛋白 那么正常人来说 我们这几个红色的跟蓝色的 都是健康的 那么我们地中海贫血的患人 是出什么问题呢 是他的四个雅肌里面 有两个和三个以上都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氨基酸的蓄力 发生了突变 那么导致他的红细胞里面呢 这个红色的和蓝色的不匹配 因为我们一个成熟的红细胞 需要两个红色的 这个蛋白亚基 需要两个蓝色的蛋白亚基 需要四具体 才能形成一个功能正常的红细胞 那么缺一不可 那么如果说红色的多了 红色的少了 男色多了 男色少了 都不行 那么这种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通过 把患者的这种 自身的造血干细胞 给他拿 取出来以后 通过我们的 这个动员 通过外周血 把它这个 通过外周血的分离 让这个造血干细胞 在体外 体外以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体外 就把这个基因缺陷的 这个部分 给它做个修复 修复完以后 这个正常的造血干细胞 再回溯到它的体内 那么恢复了它的 这个健康的 造血干细胞的功能 那么这样来说 它能够产生 我们这边看到的 两个红的 两个蓝的 这样一个健全的 一个红细胞的 一个猪蛋白 碳链的一个构成品 那么恢复了 它的一个 血红蛋白的 一个含量 这样来说呢 让患者 能够脱离到 这个贫血的程度 那么他就不需要输血了 那么这样来说 就达到一个 临床自愈的 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对 那我们这项 这个这个 这个基因技术 跟我们平常 就是更加了解的 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 它有什么不同呢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说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 是把这个 供者的造血干细胞 取出来以后 我们在体外 是不会经过 任何的加工 再回溯给受者 但是呢 我们地平的 这种基因移植 是让它自己的 造血干细胞 取出来以后 在体外 通过基因工程技术 去改良 修复它的一个 基因的一个缺陷 这样来说 把这个基因缺陷的 干细胞 修复以后 再回溯给它 那么这样 就是我们的 基因治疗 多了一步 除了我们的 自体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外 还有一个体外的 一个基因工程的 一个修复它的功能 那么这个技术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技术 在体外经过加工 修复它以后 恢复功能 再回溯进去 那么其实是两个 技术的一个结合 多了一层技术 听起来这个技术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这个 新技术的发展 它能够 很好的改善 这个地中海贫学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我们的 以后这个血液病 就不可怕了呢 以后就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 一个治疗的 一个方向了呢 对 那么我们现在的 这种新的 科技的发展 那么给我们的 很多血病 得到了一个 临床治愈的机会 那么比方说 我们的地中海贫学 通过基因的治疗 那么会让它 能够脱离到输血 让孩子们 能够健康地 回到校园 去上学 那么还有我们的 血病 包括我们的 恶性血病 能够通我们的 咖T的技术 能够更好的去 根治到我们的 恶性肿瘤 还有我们的 血病里面的 很多的 靶向治疗的 一些新技术 那么会让我们的 癌细胞 会被这个 靶向药物 很好得到抑制 所以说 目前来说 我们的 单口能的抗体 我们的 靶向药物 我们的 基因的 工程的技术 能让 以前看起来 不可能 治愈的疾病 那么目前 能够看到希望 但是呢 这个过程呢 还是任重道远 那么还是需要 我们去规范的 去做 临床研究 然后呢 要接受 我们国家 医药监督 管理部门的 审核 那么通过 我们的规范的 科学的研究 那么这样技术 得到一个验证 那么才能够 推广到一个 所有的患者 所以目前 我们的 这条新技术 还是在一个 快速的发展阶段 没有到一个 全面普及的阶段 但是呢 前景 是非常看好的 谢谢石教授 相信 我们随着 医学的发展 还有像 石教授这样 医学科学家的 不断努力 我们的血液病患者的 治疗 这个前景 一定会越来越有希望 下面呢 我们进入 我们的互动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直播间的网友 都有哪些困惑 请我们 石教授来解答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小伙伴 已经把这个问题 整理了 第一个问题是 怎样判断自己是贫血 还是低血糖 好 这个问题就是很好 因为贫血也会晕倒 低血糖也会晕 那么是贫血呢 还是低血糖呢 这里面 当然了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肯定没有 那个检测机构 检测的一个手段 那么低血糖呢 往往会伴有那种 大汗 心率的快速增加 而且低血糖反应呢 是一个突发的 是一个急性的反应 那么贫血呢 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很少会有那种 急性的一个 发作的一个贫血 贫血的过程呢 是一个慢慢慢慢发生的 就是你会考虑 自己最近这几个月 这几个星期 这个体力越来越差 然后呢 出现了晕倒 晕厥 那么这种情况 基本上考虑是贫血 如果说你平常 是非常身体非常好 突然间发生了晕倒 大汗 心慌 然后晕倒 晕厥 那这种来说 一定要 包括我们的饥饿 对吧 没有吃饭 那么这种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还有一个 什么办法呢 就是如果你不能够 确定的时候 很简单 赶快给这个 这个老人 或者说是 这个这个 在家里面晕倒的人 给他含一块糖 如果说有巧合力的 喝糖的 马上把糖给他 他就能够缓过劲来 那么基本上 就是低血糖 如果说贫血的话 那么基本上 不太可能通过一个 巧合力的一个糖 让这个症状得到一个环境 好 谢谢 施教授的解答 然后下一个问题 平时爱喝茶 茶多分会影响 铁的吸收 导致贫血吗 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说长期喝浓茶的 那么这种 尤其是老年人 那么它绝对会影响 铁的吸收 但是呢 如果说你正好 又不太爱吃肉 吃素 吃斋饭 那么这样来说 会导致贫血的发生 所以说呢 茶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适量 不要喝太浓的茶 不要太浓 同时呢 增加我们的营养摄入 对吧 我们的木耳菠菜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适当的猪肉 对吧 还是要补充一些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有网友问呢 喝牛奶可以补铁吗 喝牛奶可以补钙 对补钙 但是呢 喝牛奶能补铁吗 我觉得喝牛奶 可以补充营养 但是呢 补铁的效果呢 应该比较弱 比较弱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有网友问 贫血可以自己购买 铁剂药物补充吗 这个是不建议的 不建议啊 贫血的话 你第一药物是 去找内科医生 和血科医生 去咨询 到底是哪一类贫血 如果说在医院里面查了以后 确定自己是缺铁 那么没问题 那么可以去 因为口服铁剂 是非厨房药物 那么你可以去药店 去买适合自己的 补铁的胶囊 补铁的口服液 都是可以的 那么是一定要确定 自己的确是缺铁 再去买 那我这个问题 我再延伸一下 就是比如说 我身体不缺铁 我很正常 那我可以作为一种 日常的保健 去自己购买铁剂补充吗 有好处吗 这个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 因为铁剂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口服的铁剂 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呢 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食欲不好 那个铁剂吃到胃里面后 胃会有烧着感 然后呢 影响自己的胃口 那么这样 如果说你没有缺铁 然后去买这个铁剂 那么对胃的刺激很大 尤其是对了什么呢 慢性胃炎的患者 有胃溃疡的患者 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 还有长期那种 慢性腹泻的患者 这种来说 肯定是不建议 去常规去口服这种 自己购买铁剂治疗 好 谢谢施教授 解答了网友和我的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是 地平基因携带者 能结婚吗 这个肯定是可以结婚的 我们不能歧视任何一个 这个弱势群体 但是呢 你一定要科学的去 完成这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比方说吧 如果说你是南方人 那么基本上 你如果找一个 另一半 是一个北方人的话 那么 那么这样来说 它携带基因的 地平基因的可能性 非常小 那么完全可以 如果说你觉得 一定要找一个当地的 或者说南方本地的 那么这里面 其实在结婚之前 还是刚前面说的 最好 一定要去查一下子 有没有携带 有这个地平基因 如果双方 都携带这种地平基因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那就比较慎重 那么您就有非常高的风险 生一个宝宝 是一个地平的 中度地平的患者 那么从我们医生 和卫生的管理部门 我们是不太建议 您这样做的 所以说呢 最好 这个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考虑周全 感情很重要 但是呢 健康和孩子更重要 我们不要因为这个 去生一个 不健康的一个宝宝 这样来说 不太好 患儿 是一个不太 对 不太好的事情 那地平患者 他的这个治疗 如果是一个常规治疗的 它是一个怎么样治疗方式 地平的患者治疗 除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和这个基因治疗 基本上没有特效的药物 我们最导致疗什么呢 如果你血纹蛋白太低 低于9克以下 都应该要输血 所以说输血同时呢 这个患者呢 发病又比较年龄比较小 那么他从小就要输血 基本上每个月 那么他要输一次 一次呢 大概两个单位不等 如果你长到15岁 长到20岁 那么每个月 可能需要输四个单位 那么这样来说 家庭的负担非常重 我们调研过 每个地平的患儿 家庭的每年的治疗费用 是6万人民币 如果说做造血干细胞移植 那么也要需要 将近二三十万的费用 那么这个 那么你想 经过十年 那么他怎么 基本上家庭的承受能力 是非常低的 那么现在有医保 那么还好 那么但是有个问题 他长期需要输血 带来个技发性是什么呢 输血导致了铁锅仔 那么铁锅仔以后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发黑 那么还导致了 我们的肝皮的肿大 还有我们导致 心功能的受损 心脏的铁层肌 肝脏的铁层肌 还有胰腺的铁层肌 会导致 激发性糖尿病 激发性的肝胰化 那么激发性的心衰 那么我们的 重度的地平患者 我们做过调研 基本上很多 这个重度地平患者 极少能够生存超过20岁以上 多数在15岁到18岁的时候 因为各种并发症 就会出问题 那么药物治疗 目前来说 很难的去改善它的贫血 所以说输血和去铁 是一个最好的治疗 那么基本上 要靠造育肝胸移植 或者说这种技术 来去让患者 去恢复它的健康 好 谢谢石教授的解答 那真的地中海贫血的危害 还是比较大的 希望各位朋友 都要重视这种疾病 那下一个问题是 孕妇要查地贫 那丈夫有没有必要野查呢 是有必要的 对 因为前面讲到了 这个孩子是双 两个人的结晶 对吧 那么如果说孕妇怀疑 考虑是低贫的话 那么丈夫一定要配合 他要去查 因为这样来说 对我们医生 下一步判断 这个措施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下一个网友的问题是 女性的生理期 为什么会容易发生 缺铁性贫血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同志 对这个素食和这个减肥的需要 那么这样来说 会导致什么呢 他会发生铁的一个丢失 丢失完以后呢 经过 尤其还对我们在 儿童七少年 到育龄期 那么他不太重视 这个隐私的这种 铁的摄入 那么导致呢 他会产生这种缺铁 那么还有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女同志 很多有那种子宫肌瘤 还有那种子宫内膜意味症 那么这种妇科的疾病 那么会导致什么呢 他的月经量很大 对 长年累月的话 那么他的铁就属于负平衡 那么导致这种缺点贫血 而且这种什么呢 还不太容易纠正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月还有 那么你口服的铁 赶不上你这个 每个月丢失的铁 那么导致什么呢 就是劲不如粗 那么呢 这个贫血的纠正呢 非常慢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我们经常呢 这个理念又不太先进 就是吃上一两个月 对付对付就不吃药了 不吃这个口服补铁药了 那么这样导致什么呢 我们的铁的补充料 不够充分 导致了什么呢 我们的确定贫血 不能够彻底纠正 所以女性贫血发生的概率 是比男性要高很多 对 那么反过来 如果男童子发生了缺铁贫血 反而比女童子要更麻烦 因为男童子 我们都知道 不太会出现缺铁 我们没有那个森林问题 对 那么如果男童子发生缺铁 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重视 男童子出现了缺铁以后 如果说第一问题 一定去查有没有痔疮 那么如果没有痔疮 一定要去查胃肠镜 对 有没有慢性的胃肠道的失血 你因为经常喝酒 有没有经常会容易胃出血 那么男童子的缺铁 反而更要重视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老年的 绝经器以后的妇女 因为她已经绝经了 这次她再出现了一个缺铁贫血 那么一定要特别重视 老年人的胃肠道 有没有吸肉 有没有肿瘤性疾病 因为她没有月经了 反而发生贫血了 就更奇怪了 好 谢谢 谢谢我们教授的解答 下一个问题是 缺铁性贫血在血肠规 可以查出来吗 单纯靠食补可以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缺铁性贫血在血肠规里面 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对 有几个指标 如果说叫平均红细胞体积 平均红细胞血纹蛋白 平均红细胞血纹蛋白浓度 这三个指标 如果说都低的话 就要高度考虑 它是什么呢 它是小细胞低瘦数性贫血 再加上吕同志 月经多 那么基本上 十有八九 它是缺铁性贫血 但是要确诊 一定要去抽血 查它的血清铁蛋白含量 血清铁浓度 是不是低 那么这样才能够确诊 那么在血肠规里面 我们医生可以有经验的 可以考虑你高度怀疑 那么确诊 一定要靠 我们的生化的铁的 一个含量的 来确诊它 是个缺铁性贫血 好的 我们看看网友 还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 施教授在这个 已经解答过了 就是生活中 怎样判断自己贫血了 我们再重复一次 就是我们的体力下降了 我们头晕心慌 气醋了 我们的脸色苍白了 我们的食欲不好了 我们的这个 老供血不足了等等 都要想到 是可能出现了贫血 好 谢谢施教授的解答 那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 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施教授 为我们大家来答疑解惑 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那贫血非小事 出现贫血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次感谢施教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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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